2月6日近20名香港游客从香港启程 于当天下午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开启4晚5天的北京迎春之旅 这是自内地防疫政策调整后 香港赴北京的首个旅行团 日前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通知 自2023年2月6日零时起 全面恢复内地与港澳人员往来 恢复内地居民与香港澳门团队旅游经营活动 中旅旅行总经理助理张克雄表示 这是中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 有序恢复入出境旅游市场 迎来的又以重大政策利好 那么在政策发布之后呢 我们开始认识即刻 在不到三天的时间内 我们组织成了这个首发团 当天在首都机场 北京市文旅局与中旅旅行 为首批香港入境旅游团精心准备了欢迎仪式 旅行团的行程也安排得丰富 有别具特色 我想到那个场地去看 我本身喜欢运动 能够办奥运一定错不了 对不对 都万里长城 还有那个文化故宫 看一下 我们祖国那么伟大 那么厉害 发展得很震爆 除了这个故宫 天坛 长城这些文化遗产 世界文化遗产之外 我们新增加了这次的首钢园 包括延庆的东奥村 还有北京环球影城等新的打卡地 也安排了一些比较具有特色的 这个北京的小吃 大概是什么情况 同时呢我们也考虑到这个疫情的安全 特意为每一个客人准备了疫情防控包 包括还有这个抗原啊 然后同时我们也体现这个环保 这一次我们的团队安排的是跟冬奥同款的轻能绿色环保大巴 然后为这个咱们的游客提供安心舒心放心的北京之旅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部门表示 首个香港入境旅游团到京 为新一年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复苏繁荣开了个好头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部门表示 希望领军旅游企业能积极发挥作用 助力北京入境旅游市场的繁荣 共同维护试点期间 北京入境团队由市场秩序安全平稳有序 北京旅游顺利 耶